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觉得每张手配画都好像有声感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曾经有一份真爱情放在我面前 我没有珍惜 到没有了时 才后悔莫及 陈世间最痛苦 莫过于此 大家看着这些画作 楼里面有浮现哪句对白呢? 这些画都是由90后的艾扬 在四年前开始画 之前在一间cafe 举办她的首个画展 昨日公映 展出70张港产片的CAPTO作品 画的时候我会看那部电影 我会重新再看一次 我想探索那时 那句对白 说那些什么 接着 我就会看回那部电影的时期 香港是怎样 或者那个年代的电影是有什么不同 所以你说我画的时候 没有想到那么多 纯粹是我很喜欢画 接着画一下 就会突然吸引了一大班人来看 去一起去回顾这件事 如果你不画出来 不铺出来的话 人们不会记得那部电影是说什么 以前是有那么辉煌的时间 港产片 由70年代的李小龙功夫片 龙珍虎斗 死亡游戏 到两年前播映 大获好评的一年莫名 都成为爱揚画不下的题材 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 来到参观这场画展 都会找到属于自己年代的电影 做这个画展 我会见到很多 什么年纪的人都会上来 甚至一些妈妈级 带着个几岁的女儿 都会上来去看这个展 那天我不在 那天老板就说 见到有个婆婆 参与那些傘 因为那天没下雨 但是她参与那把傘 走上来看 我也觉得 整件事挺神奇 我觉得 我相信她们 都不会用Facebook 或者Instagram 我又不 对 我不知道她怎么看 因为我觉得电影 是很有趣的东西 如果你看过 有很多东西可以说 一起去说电影 电影是可以打开 一个人与人之间的隔望 阿杨说 不少香港电影 都反映出社会现实 心意语意今天的社会状况 其实好像我刚才说 阿郎的故事 说爸爸 一直照顾着他的儿子 接着在香港 土生土长 我儿子就已经 跟随了爸爸的性格 但是 妈妈就在外国回来 就想接孩子 我们就像个小朋友 我们就要改变 去迎合某些东西 但是我又不想 又不喜欢 我想保持以前的生活模式 大家很珍惜 大家现在有的东西 而不是为了另外一个地方的人 去改变自己本身原有的文化 或者降低我们自己的生活水平 去迎合别人 正如新鲜出路的影帝 古天乐所说 最重要的是我们香港人 如何去做我们的香港电影 艾人好希望 港产片能够再次在国际舞台上 发光发亮